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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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照正式里的说法 嘉庆皇帝是突发疾病导致猝死的 那么很多的野史里边说他是让雷给批死的 你说这是造了多大的念 干了多少坏事 天怒人怨 当然了 野史是野史 正史是官方的记录 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个 但是野史也说得有鼻子有眼 是吧 反正至今这个事是扯不清楚 总之嘉庆皇帝死得很突然 整个朝廷里边上上下下 完全没有半点的思想准备 更加要命的是皇帝他自己也没有半点思想准备 他死前就没有留下半句遗言 他不知道我就得死 今天晚上是不是 很多事还没有来得及想 这个事麻烦了 为什么 皇帝的遗言最重要是哪句 不是说我藏了多少粮食藏哪儿了 我哪个宝贝放在床底下 不是这意思 关键是谁来接位置 皇帝死了 谁来接新皇帝的位置 可能有的观众会说 这是问题吗 皇帝活着的时候都立了太子的 太子是干嘛的 太子就是法定的接班人 可能很多朋友不是特别了解清代的历史 其他的朝代话是没错的 可问题是嘉庆皇帝他根本就没立太子 是没儿子吗 不是 嘉庆皇帝有三个儿子当时 那为什么不立太子呢 这个事不能怪他 那还得上诉到他爷爷那儿雍正皇帝热出了祸 我们知道中国自打由王朝开始呢 历代的统治者就建立了世西的储君制度 一般来说皇帝死后都会把皇位传给儿子 当然也有传给弟弟的 甚至是远亲的 但是那属于极少数的特例 只要皇帝有儿子 那一般都会让儿子来当接班人 而皇帝的儿子呢 一般都不止一个呀 所以皇帝在位的时候都会挑出一个儿子来 立为太子 也就是储君 我死后他就是接班人 其他人谁也别争 可是这个办法也不是没毛病 因为皇帝的宝座实在是太过诱人 都是亲生的儿子 凭什么就是你当太子 凭什么只有太子能接班 我怎么就不能当太子 反正这么一来 皇帝的那些儿子们 为了争太子位 争皇位 经常是斗得你死我活 甚至骨肉相残 最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本来就不是太子 可是架不住他本事大呀 手下能人也多 玄武门之变杀掉了太子李建成 包括自己的弟弟李元吉都杀掉了 还逼着老爹退位 把皇位让出来 那再往近点说呢 雍正自己的经历了 他老爹康熙在位的时候 两次废立太子 废了于立立流废 众多儿子们为了争当接班人 那是冥枪案件 一起使 阴谋阳谋齐上阵 整出了著名的九王夺迪 那么最后呢 还是老四印针厉害 在残酷的皇位争夺战中脱颖而出 登上了皇位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 不让自己的儿子们 再走一遍自己的老路 雍正就动起来脑筋了 琢磨出了一个新的办法 雍正开始就选择秘密离处制度 就是把他选中的皇位继承人 写成一个密折 然后放在前清宫 正大光明匾后面 等到老皇帝驾崩了 新皇帝要登基的时候 把这个匾后面的密折拿出来 说上面写的是谁 那个人才能登基 这样就避免骨肉之间互相残杀 所以雍正皇帝在位的时候 既不立太词 也没有透露他准备 让哪个儿子接班 而是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在一道密纸之上 再把密纸锁进匣子里边 这个匣子呢 放到千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边 熟悉清室的朋友都知道这套程序 这种操作很熟 这个位置 那么为什么放在这呢 首先是皇帝日常起居的地方 还有呢 位置很高 谁想动他 不可能不惊动他人 安全那个地方 那么雍正还立下规矩 只有等他死了 各位御前的大臣呢 顾命大臣们呢 才能够取出匣子 当众打开宣读密纸 密纸上写了 让谁接班 那谁就来当这个皇帝 别人谁也不许争 更不能提出异议 要说这个办法其实挺管用的 雍正皇帝的接班问题呢 就没有闹出什么乱子 因为皇子们就算有心搞点什么阴谋诡 也不知道该把谁当做目标啊 有劲没处使 只能是说听天由命了 希望那里边是我的名字啊 好 那么雍正首创的秘密立储制度 确实具有一定的优势 优点 回避了同事操歌争夺储位的惨剧再次发生 像乾隆皇帝啊 嘉庆皇帝都是通过秘密建储制度继承大统的 可惜的是啊 这个制度说到底呢 那只是封建王朝全力更替的局部调整 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因立储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那雍正苦心创立的秘密立储 到了孙子嘉庆皇帝这儿 到了爱新觉罗永远这儿 又惹出了大妈妈 嘉庆皇帝意外报亡 立储遗诏神秘失踪 并不被人看好的皇子为何能够灵前继位 道光接班又留下了哪些悬疑 经典团集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公元1820年7月19号 清代的嘉庆皇帝 嘉庆帝暴死于热和行宫 死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这一下麻烦就大了 按照当时的宫廷制度 嘉庆皇帝生前没有立太子 他应该把接班人的名字 写在一道密折之上 再藏在千秦宫正大光明点后边 直到他死的时候 大臣们才能够把这个密指取出来 宣布谁是接班人 可是事情蹊跷就蹊跷在这儿 所有的史料当中 都没有朝臣们取密指的记载 甚至还有夜市说 有人去取了 可是正大光明点后边空空如也 根本就没有什么匣子 更别说什么密指了 怎么样 这算是个大麻烦吧 国无君 多可怕 要知道 嘉庆皇帝当时有三个儿子 而且都已经成年了 三个人要为皇位争起来的话 整个朝廷甚至于整个国家 搞不好就要乱到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仅仅三天之后 大清朝的第八位皇帝 清宣宗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道光皇帝 居然就在父亲的陵前 直接接班了 乱局没出现那是好事 但是这个事也给后人留下一个 大大的问号 没有密指 新皇帝凭什么就轻易的 顺利的接班接位 所以道光继位 就成了一大历史宣传 里头有不少让人想不通 很不正常的地方 第一个不正常 刚刚已经说了 嘉庆皇帝死的时候 已经年满六十了 按照当时的人均寿命来说 六十岁那绝对就是老人家 他不可能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按照清的组织 他早就该写好密纸 明确谁是接班人了 可密纸上哪去了呢 不知道 怪吧 第二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 当时的表现呢 也不太正常 谁啊 刚刚死了老公的皇后 纽古录士 当然了 这个时候她已经不是皇后 是皇太后 皇太后呢 她现在应该有个权利 在这个皇位继承人选择上 她有一定的表态的权利 皇帝没留遗言 那选谁来当新皇帝 这刚刚升为太后的纽古录士 那说的话一定是有一定的分量的 那么这位太后她是怎么干的呢 纽古录士的行动非常的迅速 加庆皇帝猝死的消息传回北京没多久 孝和瑞太后就从皇宫里边发出了一道遗旨 用五百里加急送到热和行宫 而遗旨的意思就是一个 皇二子民宁很不错 应该由她来当新皇帝 太后下旨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那本来也没什么 可是她表态的对象实在是很不合常理 此话怎讲 按常理当妈的肯定是向着自己的亲生儿子 皇帝宝座还能偏移别人吗 母义子贵我亲生的我身上掉下的肉当皇帝 我这个太后当的做的是特别的稳当 那么孝和瑞太后有两个亲生儿子 皇三子棉凯和皇四子棉西 而皇二子民宁呢 并不是这位皇太后亲生的 民宁的生母是嘉庆皇帝的第一位皇后 叫孝淑瑞皇后 叫喜塔拉氏 已经死了快二十年了 让两个亲生骨肉靠边站 却公开支持没有血缘关系的旁人 您说这是不是不合常理 还有啊 老皇帝刚死 太后就公开表示支持谁接班 那也是没有先例的事情 勉强可以算个例子的就是那个庄妃 孝庄太后立那个康熙为帝的事情 但那个事情是在顺治病重的时候 孝庄皇后在顺治的病塌前 和顺治商量之后决定的 而且是以顺治的名义发出去的 所以她动作的发出者不是在孝庄太后 而在顺治还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 可能有人会这么想 兴许这位孝和瑞太后她就不是一个普通人 她高风亮节 她很清楚自己的两个亲儿子 她不是当皇帝的材料 于是来了一个举贤而不举亲 倒是也有这种可能性 问题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更为蹊跷的事情 让很多人觉得这背后有阴谋有黑幕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前面说了太后从京城发出议旨 支持皇二子明宁接班当皇帝 而朝廷里边不少大臣都认为这个事不可组织 谁来当皇帝 你一个女人吹吹枕头风可以 但是公开表态支持谁 这不可组织 这叫后宫干政聘机私沉 要坏大事国家要乱的 不行 没有先皇的遗诏 这事还得从长计议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嘉庆皇帝的遗诏 居然是神奇的从天而降 他出现了 7月20号的晚上 跟随嘉庆皇帝一起到热和行宫的两位军旗大臣 托金和戴军园突然宣布 他们在先皇的一个贴肾小太监身上 找到了一个小金盒 这小金盒被锁住了 也不知道钥匙在哪儿 是托金用手把锁给拧开的 而金盒里头放的正是先皇遗诏 里面是嘉庆的遗诏 而且这个遗诏显示呢 就是嘉庆确立 绵宁作为皇位继承人的时间 是在嘉庆四年就已经确定 有了遗诏了 那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就按照先皇的意思办吧 公元1820年7月21号 也就是嘉庆皇帝驾崩之后的第三天 爱心觉罗明宁在父亲的灵前进位 等丧事办完之后 明宁正式登基 史称道光皇帝 说到这儿肯定有不少观众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这个遗诏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太巧了吧 无巧不成书 你当这是说书吗 没错 很多专家也是这么认为的 在那个正大光帝驾崩后面 没有找到那个秘哲 但是后来呢 那个托金和戴军园呢 又在成德并守山庄找到了 就他找到的时间呢 比较可疑 因为不是在最开始就能拿得到 而是在说皇太后提出这个意旨之后 然后大臣 又宗师大臣又提出说 让绵宁继位之后 这个没有一个正当理由情况下 这个小金河才出现 而且呢 这个小金河出现的地点呢 又不是在北京 而是在成德并守山庄 所以这个也是很不合 读治家法的规定 是啊 前面说了 嘉庆皇帝暴毙于热河行宫 那是纯属突发事件 谁能够预见得到啊 没谁预见得到 这本该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 后边的立储遗诏 他怎么会带到热河行宫去呢 难道说嘉庆皇帝 就知道 我掐指会算 此去我必死无疑 这么搞笑嘛 那就别去了呗 不可能啊 不可能他有这样的 这个预见感吧 推一万步说 就算他有先见之明 把遗诏给带上了 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肯定会对身边信任的人 有所交代啊 这是国家的神器的传承啊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什么的 你们赶紧把遗诏拿出来宣布 别闹出什么乱子了 可是事实上呢 遗诏却是在明宁得到了皇太后的支持之后 就缺这个遗诏出来服众的时候 他就出现了 而且还是两位军机大臣 从一个太监身上找出来的 如此之巧合 巧成这个样子 里头难道不会有猫腻吗 所以说究竟是嘉庆早年就已经决定让绵宁做皇位继承人 还是说以后别人策划说让绵宁做继承人 这个还很难讲 所以他是遗语团 就是因为不知道他真假 上面说到的就是道光皇帝继位的几大遗点 听起来确实很像一出宫廷阴谋大戏 可是怀疑归怀疑 谁也拿不出证据来佐证 这个遗诏是假的 道光皇帝是靠耍手段上位的 这么多年一来 不少的史学家也研究过这件事情 虽然还没有公认的权威结果 但是不少专家都认为 道光皇帝能继位并非什么宫廷阴谋 他的皇位主要还是靠自己的本事给挣来的 那么专家说这样的话又有什么凭据呢 下面换之就来给您仔细的说道说道 第一条 专家说了皇太后之所以把亲生儿子靠标战 让他们靠标战 而支持明宁当皇帝 那是因为明宁情商高 据《清宫史料》记载 皇儿子明宁从小性格温和宽厚 很懂事 跟后妈孝和瑞皇后 还有后妈的两个亲生儿子 关系处得都挺好 慢慢的这皇后呢 也就把这个没妈的孩子 当成自己的亲儿子看了 当然了 关系再亲那也亲不过了 亲生骨肉啊 太后之所以让两个儿子靠边战 支持这个不是亲生的 专家认为主要还是因为 明宁不光清商高 还有一个特长 他会武处 有人要问了 太平年月 对当皇帝跟会武功有什么关系 当个皇帝不需要会武功啊 难道皇帝还要亲自动手跟人打架吗 正常情况下确实用不着 但凡事都有例外 而这千年难遇的特殊情况 偏偏就让明宁给赶上了 天礼教攻占皇宫 二皇子力挽威局 从小练就的弹弓绝技 为道光上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经典传奇继续为您揭秘 上节咱们说到 道光皇帝之所以能够继位 跟他会武术有关系 这此话又怎讲啊 据说明宁小时候 跟很多孩子一样 爱玩弹弓 而且他比一般孩子 玩得更好 打得特别准 弹无虚发 有了这个基础 长大了一点射箭 他也比人强 据《清高宗时录》记载 1791年还不满十岁的民宁 跟着爷爷也就是乾隆皇帝 到墨兰围场来打猎 居然亲手用自己的小弓箭 射死了一头鹿 这让崇尚武功的乾隆非常高兴 不但当场赏赐给了孙子一件黄马褂 还向群臣说 这个孩子很有我年少时候的风采 当然了射死一头鹿 顶多也就是让嘉信皇帝 对这个儿子从此高看一眼 不算什么大事 更关键的是 民宁的绝活 后来还派上了更大的用场 话说 清嘉庆18年 也就是公元1813年 这年的9月 在北京城里发生了一起 骇人听闻的大事 什么大事啊 黄公子进城 居然让一群老百姓给攻破了 有人可能知道啊 这就是著名的天理教破城事件 天理教是白连教的一个分支 在京城河北一带呢 教徒众多 1812年河北一带发生灾荒 京城附近积民遍野 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 于是呢 有很多人就纷纷加入天理教 这势力一大呀 天理教的首领叫林青 就产生了一个 胆大包天的想法 他就膨胀了 他想带人直接攻占皇宫 然后发号施令 最终夺取天下 你说一帮这样的老百姓 想攻打戒备森严的紫禁城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要说这个林青还真 不是特别的异想天开啊 他经过深思熟虑 第一啊 这年九月 嘉庆皇帝带着家属和大臣们 到木狼围场打猎 负责皇宫防卫的禁军 大多数也都跟着去了 这个时候的紫禁城 可以说是防备最空虚的时候 第二点呢 天理教他还有得力的卧底帮忙啊 什么人呢 皇宫里的太监 就有些太监呢 还不少 也都是天理教的铁杆教徒 狂信徒 其中有几个太监 还正好就是负责看管宫门的 这事就大了 正是有这两大有利条件 让林青起了攻打皇宫的念头 而且他是实干派 说干就干 公元1813年9月15号早晨 几百名天理教徒 假扮成小商小贩 暗藏兵刃 就来到了宫城之外 不久 几个卧底的太监 敲敲打开了东华门和西华门 一时之间 几百名教徒抽出兵器 高喊着反清复明的口号 一路就杀进了皇宫 因为事发太过突然 宫里那是一片混乱 不少的所谓大内侍卫吧 所谓这些头目们 因为闹不清楚对方有多少人 居然就直接跑路 所以天理教徒不但冲到了养心殿 还架起了柴草 准备火烧赴金城 幸好 这个时候有人 在危机关头站了出来 这个人是谁啊 就是黄二子 敏宁 本来敏宁也跟着他爸爸 去了木兰围场 但是因为当时他身体不太舒服 才提前回了京城 结果就赶上了 这千年难遇的突发事件 前面说了 敏宁自小 箭法了得 射箭准 枪法呢 也不差 面对冲过来的天理教徒呢 他抬枪就打 几声枪响过后 冲在最前头的几个教徒呢 是全部应声倒地 后面的人呢 被吓住了 不敢再往前出 利用这点空隙 敏宁一边组织乱成一团的禁军 开始防守 一边派人出宫通知火器营 火速进攻救援 等装备洋枪洋炮的火器营一赶到的时候 局势立马就反过来了 很快 几百名天理教徒呢 是死的死 抓的抓 叛乱平息之后 敏宁还派人到各宫收拾残局 安慰嫔妃 总之啊 这么大一件事儿 在他手里处理的事 井井有条 跟天理教徒这一战呢 让弥宁的名声一下子就传开了 咱们的二皇子 不但敢抄家伙上阵 直接跟敌人玩命 而且还离不乱 派人出宫求援 事后安抚各宫 真乃是有勇有谋 人中龙凤是也 远在承德的嘉庆皇帝 接到了报告之后 那也是又惊又喜 当时嘉庆回来之后呢 听说这件事之后震动很大 所以他自己就很感慨说 这种事情是 汉唐宋明所未有 从来未有是进出大清朝 所以在他心中有那个 一个很深的烙印嘛 然后明宁能够把这件事情 顺利解决 那肯定会给那个嘉庆皇帝 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就觉得这个儿子 还是很有作为的 说到这儿 咱们得回过头来 再来说说节目开始 看到的那颗超级大金印了 金印跟这个事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啊 为了表彰明宁 平定天理教之乱的功劳 嘉庆皇帝不但破格册封明宁为至亲王 还专门为他打造了一颗硕大的亲王印 这颗印不但个头大分量沉 印钮那也是寓意深刻 什么寓意呢 来看印钮上的这种动物 名叫碧锡 碧锡传说是龙的九个儿子里面的一个 以善于忍耐和负重而著称 有专家就分析说 嘉庆皇帝之所以拿碧锡 至亲王印的印钮 就是觉得他这个儿子 堪当大任 有了传位给明宁的心思 根据专家研究 明宁能够顺利登上皇帝宝座 还有一个人也功不可没 谁呢 这位是任内务府大臣的喜恩 本来由谁来继承皇位做臣子的那是没有资格说话的 这是皇帝的家事 就算能说 一般人也不会说 万言万当不如一墨 你想想看 万一你支持的人没当成皇帝 别人做了皇帝 你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可是喜恩却不是一般人 此人心知口快 他是一个炮筒子脾气 就在嘉庆皇帝猝死 遗诏又找不着 群臣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喜恩跳出来公开表示 我觉得皇二子明宁 堪乱有大功勋 当继位 当时内务府大臣也是曾经跟随嘉庆到木兰围场去行为的 内务府大臣喜恩他提出来说 因为道光有平息宫廷暴动的功劳 所以喜恩以这个为理由来提出 想让道光也就是免宁来继承皇位 喜恩带头发了话 另外还有两位军级大臣托金和代军元 虽然没有随声附和 但是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 最大的三个官 一个支持 两个不反对 那其他大臣就算有别的想法也不敢提了 于是 明宁继位也就没有了任何的阻力 至于后来突然出现的遗诏 究竟是嘉庆皇帝留下的 还是明宁和大臣们做的一个局呢 专家说没法考证 而换之也不敢乱说 还是说说后来的事 道光皇帝在位呢 三十年 虽然以秦俭著称 不算是一位昏君 但是正是因为他的犹豫和反复 满清政府不但输掉了鸦片战争 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使中国从此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所以说 明宁的继位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于国于家 不好说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关注栏目官方公众号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网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见